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韦如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电影 电影有很多的题材 有的是喜剧 有的是很感人的 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泪如雨下 我觉得其中有一系列的电影就很感人 就是失智的电影 因为它会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 就是我宁可自己得的是癌症 也不要自己得的是阿兹海默症 因为你得到癌症 其实现在的医疗很进步 都还会有治愈的希望 可是得到的如果是失智症 感觉自己好像就只能慢慢的忘记 这些曾经跟自己相处这么密切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感伤 但是预防永远剩余治疗 所以今天就要教各位 怎样预防失智 没错 因为讲到失智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老人家 才会得到的疾病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早发型的失智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是有关系的 像是美国知名的主持人 文定威廉森 他今年只有59岁 他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记忆力不佳 甚至有出现失语的倾向 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额孽叶失智症所引发的失语症 医生就研判 应该是跟他长时间酗酒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位是南韩的影后引进姬 他病逝的时候只有79岁 他其实丈夫就回忆说 他其实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 记忆力快速的消退 连他唯一的女儿都可以误认成自己的妹妹 在2017年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 他原来是有阿兹海默症 很不幸的在2023年的时候 在巴黎就病逝了 另外一位是艺人谢祖武的母亲 病逝的时候也只有93岁 他说他妈妈可能是因为父亲过世 对他来说的冲击太大 所以就一开始先出去幻觉 他说他妈常会对着空气 喊他爸爸的名字 甚至幻想有流氓来到家里面去 家人就觉得不大对劲 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 他原来是失智症 他失智大概八年多 在93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我们看到这些人三位 最后的诊断都是失智症 可是有人一开始好像有点失语 可能讲话有点怪怪的 另外有人是用记忆力快速消退 还有人是出现幻觉 为什么同样是失智症 他的症状就这么多 刘医师 而且你看到症状这么多 我家人万一有出现一个 其中某类似的症状 我要怎样怀疑他是失智症 其实那个失智他的症状非常多 非常千变万华 那例如说我们常常听到阿滋海默症 它是最常老人家 退化性的失智之一 那我们看这个图 那我们看我们家大脑各个区块 它管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 像阿滋海默症常常都会在这个 海马回 在我们的孽叶部分 开始有一个低个症状 那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短暂肌里有关 所以我们的病人大部分 从短暂肌开始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是大部分的人 可是我们看 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大脑也有前面的额叶 那额叶 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额内叶形势症 这些病人的特色就是说 他的退化是从额内叶开始 那额内叶管的功能就不是短暂肌 他的功能是这个情绪 管理一些那个大小便 甚至我们的忧郁症 甚至这个讲话等等 那有一种病人他的特色是 以左脑为主的这个额内叶式症 这种人他就 我们有另外名称叫做 进展式的这个 原发性进展式的肆语症 这些病人他们就是会有这个 沟通的困难 讲话会有些字会漏掉 越来越一些名词会讲不出来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一个患者 可能会有这种幻觉方法 那我们幻觉的大部分就是在枕叶 枕叶 后面 像枕头那个枕 在睡觉枕头枕 这个地方是我们视觉区 视觉区的人 他会一开始就有这个幻觉出现 那这病人的常常就是 可能记忆力都相对还好 对 一开始就出现有幻觉 我们叫入意识体识症 那不过很重要就是说 这些以上讲的症状 都是在这个疾病的早期这样区分 到晚期 后期 其实所有的症状都差不多 混在一起 都混在一起 那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有看到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大概才59岁 对 一般我们说65岁以前发病的病人 早期失智 早期失智 像刚刚有举例子的59岁 都是蛮早期的 那只要这个病人发病时间比较早 我们都会比较警觉 他可能不是典型的阿滋海默 他的症状很特别 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国中的老师 对 常常演讲去教书都没问题 结果他最近一年内 他的讲话变成说有点奇怪 他说他什么奇怪 他说一个句子里头 譬如说我们说 麻烦你帮我去拿那支笔过来 很简单 他会变成讲成说 麻烦请帮我拿那个可以写东西的东西 绕来绕去不直接讲 笔讲不出来 而且他的词汇跟他的句子 每个句子的字会越来越少 他现在说怎么讲话 越来越断断续续的 对 那这个进展差不多一年终 那后来我们去做一个检查 发现说他的大脑 其实是刚刚说的额捏叶 就前面位置 其实左边这个地方 萎缩比较多 所以我们研判 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额捏叶型的 而且是视语症来表现的实证 那最后强调一个重点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赶快去分类这种施症 原因是 如果这种的额捏型施症 我们用一般的阿宰摩症的药物 使用是没有效的 甚至把症状会加重 所以必须要好好的去诊断分类 才可以对症下药 所以我家里有一些长辈 注意一些怪典型的症状 真的要好好带去给医生看 因为在早期可能还是有一些解法 刚才有看到一位脱口秀的主持人 他后来是失语变失字 对 人家说跟他酗酒有关 王医生喝酒不是就是三肝而已 跟失字症又有什么关系 失字症到底还有哪些危险因子 其实说实在 失字症的危险因子 一般来说 还是我们常见的三高 但是喝酒的话 其实在美国 你会常常看到 美国的喝酒文化很兴盛 在电影你会常常看到 戒酒的那种会 团体大家在讲戒酒东西 所以当你酒喝多了 会造成什么 你脑袋什么 营养缺乏 会缺到什么 B12 月酸 那只要你脑袋缺乏 其实什么叫做失字症 就是大脑萎缩 大脑为什么会萎缩 你的细胞没有它的营养 所以你酒喝下去之后 你没有办法 把你的营养素都用掉了 基本上你脑就会萎缩 所以说常喝酒的人 他的失字症的风险性比较大 而且他的肝 还是也会受影响 肝也是解毒的 所以这些细胞会统合在一起 再过来 我们还是强调 三高的病人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你要好好控制 因为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些慢性病 会影响什么 血管 我们常说 我们脑袋里面 是个血管很丰富的地方 当你血管一阻塞 他就没有营养 那其他的部分是什么 贫血的人 我们常说 如果你本身有缺点性贫血 或是你有地上癌性贫血 你要小心 再过来 我们知道肺部 如果有气喘 或是COPD的病人 他本身缺氧的病人 在这边脑袋会受影响 所以说 一定要把这些慢性病 可以控制的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预防 预防是说 你本身可能三十岁 你可能有在喝酒的人 你酒量要减少 你本身有慢性疾病 你要控制好 才可以延返你失字的发生 不然一开始启动之后 你好好控制你的三个 千万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没错 那到底我们平常这么多食物 有什么东西是帮助我们大脑 那有哪一些东西 会让我们大脑变成失字呢 对 有一些是地雷食物 我们离开 我们会提醒大家 一般来讲 只要让身体处在一个 长期慢性发炎的症状 其实就是老化的比较快 所以包括脑部 也会老化的比较快 所以哪些东西 会让我们长期发炎呢 通常我会提醒大家 如果你对牛奶过敏 或者是对肤质过敏的 因为其实它的症状 有时候不见得很严重 有的时候比如说 它就是用蕴麻疹 用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出现 但是你长期忽略它 很有可能 这个发炎的症状 就一直维持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特别去注意 除了这个之外 像我们喜欢吃金字糖的 高油脂的 加工肉品的 其实这些都是会让我们 导致身体产生很多 自由基因攻击 我们自己的正常细胞 而导致老化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日常生活要避开 但是反过来 有没有哪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的脑袋 年轻一点 我可能 其实在美国的 所谓的 芝加哥力学大学 他曾经做了一个研究 他发觉如果你每一天 让他吃这个无油的爆米花 爆米花 不是听起来不太健康吗 我特别讲无油 无油 对 因为爆米花就是属于全骨类 事实上它是膳食纤维 B菌都存在 所以换算下来 如果你每天给他吃 三份的爆米花 或者是换算成 你吃一杯半的糙米 或是吃三片的全麦土 全麦面包 其实你都可以达到 有预防所谓的 失智的功效 其实说穿了 就是低热量 肾食纤维膏 维生素B群足够 让你的脑部得够足够的养分 另外一个他甚至还有一些加码 他说如果你能够摄取一些 咖喱 加码 加码 对 或是肉乳 其实也可以对我们预防失智 是有帮助的 是 要预防失智 其实我们重要的 还是要动起来 像我们小时候很爱玩的跳格子 它也是预防失智的好方法 哇塞 这个恭喜我童年的回忆 这个 没错 跳格子很好用 为什么 首先我们是先锻炼下肢激励 为什么呢 你走楼梯走路 包括你平常生活起居上面 下肢的功能非常重要 所以一开始有发现 有点征兆了 我们这时候就利用跳格子来通施 练脑 练下肢 增加下肢激励 也可以促进你的平衡的发展 预防你在晚年容易跌倒的状况 所以首先跳格子怎么玩呢 当然以前人家都是单脚双脚 单脚双脚什么的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它一个短期的指令 因为通常失智它是短期 记忆会出问题 所以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它一串数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会依照它的行动能力来分辨 如果它的行动能力都还不错 那我们就会请它比如说单数 我们就用单脚跳 那我就会给它一串数字 那双数用双脚 所以我们比如说给 一 三 四 六 八 我们就是一 然后三 四的话就双脚 六 八 它必须要去记穿数字的格式 它一边响一边跳 又训练脑 又训练脑 又训练肌力 又训练平衡 那如果今天平衡比较差的 比如说我是八十岁奶奶 但是我稍微小跳还可以 那我们就是让它直接跳数字 用双脚慢慢跳 或者是用走的 因为其实跳跃它还是会增加你的骨质密度 那如果真的连跳都不太行 我们就让它用跨步的走 有时候让它训练跨大一点的 然后让它去记一串短期的数字 好 又训练脑子 又训练肌力 对 又训练平衡 还可以防止骨质疏 跌倒 不然我练一次你试试看 我练一个你贴一下它 好 没问题 一八 太圆了吧 太圆了吧 我也太圆了吧 他在跳一跳平衡的行动能力去设计 他是孕婦 对 你没有看到他的指令没有被他骗 对 真的 表示我有辨识功能 对 所以这个时候辨别自己能不能办到 也是一件事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失智症患者 他也会无法辨识说 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江医师刚刚给了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例子示范 其实他要有能力去辨识 自己走到那边会不会跌倒 打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在设计上面 我们会看他的能力 那发现他跨过去会跌倒的那个瞬间 我们就知道说 他其实在辨认安全程度上面是有障碍的 我们就会小心地跟他说 你要注意 你这样可能会跌倒 但是如果说我们老人家 这个方法有办法练到肌力吗 肌力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小跳跃对他们来说 就是肌力的一种 那有时候对于老人家 有些跨步有困难的 画大一点就其实就已经是实力了 是 所以你重复跟他玩很多次 玩到他累 其实就已经是有效的肌力性了 对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 老人家都是觉得很无聊 都在家里看电视 对 晚辈都没有在培养他 跟他们培养 跟他们玩这个就好了 对 又不用花到钱 还可以跟他互动 然后有时候我们 我们甚至会叫他去寄电话号码 什么意思 利用电话号码 因为有时候他们 现在人手机太方 对 他们会忘记自己家在哪里 是 你家在215项 他就让他去故意去走 你知道吗 然后故意寄他的电话号 是 把他练成他现在的短期记忆 对他将来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你叫他跳E8 他说死孙子 死孙子 这个脑袋也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其实刚刚刘也是讲的 你的失智症 可以发生在大脑任何一个部位 对 发生在任何部位 他的症状可能就不一样 不过我们比较常见 还是什么失语 记忆地喪失 但是你有知道吗 有人开始变得不爱喝水 或是身体突然间变瘦 也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广告真回来告诉你 我们认识的失智症 好像都是从记忆力衰退开始了 不过有一些人是从兴趣改变 甚至是不爱吃东西 不爱喝水 体重下降所开始的 像是资深艺人检场的妈妈 她说她妈妈生活非常的规律 而且她非常喜欢打麻将 排气非常的好 而且她每周还会跟朋友去爬山 甚至喝下午茶 不过有一阵子她妈变得非常不爱出门 甚至连她最爱的麻将也都不打了 而且她还有一次回家的时候 看到她妈妈坐在客厅 但是她妈妈这时候 其实已经尿固子了 她妈竟然都没有发现 家人觉得不大对劲 带她去医院检查才发现 她其实已经有失智症 但是很不幸的 在十年之后就过世了 另外一位王奶奶 她其实一年之内 就发生三次的尿路感染 当时家人就有发现 奶奶以前都会喝水 怎么突然变得不爱喝水了 甚至要她吃饭 她也都不想吃 到院去检查才发现 她其实也是失智症 引起的巨石 甚至不喝水 这些状况都是因为失智症 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陈奶奶 她也是体重在短时间之内 掉了两三公斤 家人也是觉得不大对劲 把她送到医院去检查 才发现也是失智症 是因为味觉受到影响 让她没有胃口 才让她变得越来越瘦 就想请教刘医师 这也是蛮奇怪的 你刚才说虽然是脑袋管很多东西 但是好像没有提到说 有人失智症竟然是用 没有胃口的来改变的 而且另外这些人兴趣怎么会改变 还有检查的妈妈 她的病程似乎好像快了一点点 我们一般得到失智症 从一开始早期到比较严重 这个时间大概是会多久 一般来说我们失智症 因为它是一个退化性疾病 所以我们都会有分 比如说以月 以年来算 所以一个家属 一个病患来我们诊监 我们会判断它是不是退化性疾病 我们看多久 如果他说差不多一年 两年 我们心里面就安心一点 他可能是比较不用那么急的去处理 但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以天 甚至以周来算 一个礼拜内 几天内 那我就非常警觉了 那这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 阶梯式的这个时针 就是下楼梯突然间掉下来 这些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这个病人 可能原本就潜在有失智 他只是很轻 或者是说家人根本没有发觉 那他平常日常生活的功能 都还可以勉强维持 只是有些其他身体的状况 例如说 比如说最近感冒 吃到一些 比如说抗阻治安 吃到安眠药 甚至有点感染 他可能整个大脑的 就退化 突然退化很快 那是第一种 那当然这些人当中 也有一些人是根本就是一个小中风 所以如果那种像阶梯式掉下来 这种感觉的 我们就一定非常非常注意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抽血厌血 看看身体有没有其他状况 甚至要照个脑部的影像 看脑中风 所以失智不一 有一个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掉下来 他是可以这样平的掉下来 平的又掉下来 OK 是 像这样的病人有时候 比如说像 把他原本的原因去除 他只是一个感染 可能感冒 染到习惯肺炎 自己不晓得 那把病治好之后 他又回到原点 可以稍微逆转一点点 对 可以逆转一点点 不过一般来说 病程我们 一般真正的失症的病程 是缓慢的 从轻度的一开始一点 健忘的症状 到重度可能连 讲话开始 讲不出来困难 大小便自己没有要控制 到最后呢 完全上市所有的照顾能力 甚至卧床 这大概可能平均差不多 一般我们的平均说差不多十年 但那个长短大概有些人可能很快 有些人可能十几年都有可能这样 OK 那为什么会造成他体重下降 这种问题 这我想可能有几个方向去解读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市政其实有蛮多种的 刚刚一开始我们举的例子是额内叶 额内叶市政它的特色就是说 行为改变嘛 行为改变 失去控制的能力 像我一个患者他就这样 他说说他的第一个症状是暴饮暴死 他是晚上控制不了自己要吃东西的情绪 大脑的额内叶控制的东西功能丧失了 那应该有一种是忘记自己吃过 所以一直觉得好像没有饱 没有吃 没有吃 那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已经吃过了 所以都是额内叶的问题 对 额内叶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刚提到一个会喝水不想喝 甚至吞咽困 让我想到一些病人可能是搞不好是一个 刚提到的血管型的缺血性的脑中风 这病人其实你观察它 除了认知功能障碍以外 其实有时候它走路也慢慢的 变得动作缓慢 容易跌倒 那这些病人其实常常是小中风 那小中风我们知道 因为也会影响我们吞咽工 容易呛到水流得太快呛到 它就不想喝了 久了就只 它就喝得少这样 是 因为失智疾 好像听起来好像没有办法逆转 但是其实还是有成功的案例 可以成功逆转失智症 这是一位67岁的失智症妇人 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发现 自己记忆力越来越糟糕 而且他甚至记不得四位数字的数字 他只要记超过四位数字 他就必须要记在纸上 才把它记起来 然后再来他回家的时候还会迷路 那他知道现在失智症 是没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所以他就经过他朋友推荐说 叫他去做这个试验性的疗法 是做哪一些治疗呢 就是这几项 第一个先把这个体重给下降 他就先减掉了体重9公斤 再来食物的部分他也很加强 他说不吃加工食品多吃蔬菜水果 再来还有瑜伽冥想一天要两次 还有睡眠一定要睡饱7到8个小时 再来一些维他命的补充 最重要的是他每天一定会进食 也就是空腹12个小时 早餐跟晚餐中间就会空腹 不吃任何东西超过12小时 最后还会有荷尔蒙的疗法 然后每天要运动 就这样子 三个月之后 他说他的失智很明显的消退 甚至连开车都不会迷路 到他现在70岁 他还是可以每天都很准时的到工作去 工作岗位 这个我们一般的认知比较不大一样 我们一般认为失智症的话 没有办法逆转 也都是减缓他的进行而已 最后要请教一下王医生 你怎么看这位妇人他的做法 你觉得OK吗 首先他这叫实验性的疗法 但是一定不是在台湾 因为在台湾目前医疗 大概一定没有医生会这样子做 但他里面当中有几个重点 是蛮值得我们参考的 第一个他就没有提到 他都没有说到他有慢性病 他没有高血压 没有糖尿病 他没有高血压止症 他没有 那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营养师讲过 我们吃东西很重要 去除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去除加工食品 多吃有纤维的蔬菜水果 然后补充营养素 然后基本上他还用退黑激素 让他睡眠好 睡好一点 他记得 加强口腔卫生 不是后面进食12个小时 老年家你的口腔只要够好 你基本上你吃东西 基本上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营养 他这样每天运动 其实说实在 他这套的治疗方式 他不叫做实验性的治疗 是任何人你想做健康 就是我们健康教育 告诉我们的应该要做的 你早上起床 你的生活 作息 饮食 运动 都能够做得好 其实说实在 不是指治疗失智 你的慢性病也可以处理 所以他的观念是这个样 所以说其实很多病人 刚才其实刘医师有提到说 什么叫做阶梯式的就是 他其实你只要把他那个问题 hold住 他是平的 那你知道等待下一次问题不要发生 其实任何人 你在平时的阶段 就要做到这些健康的方式 所以当30岁40岁就开始做 尤其有慢性病 五六十岁的人 你更应该要做 我们比较推荐的是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推荐的是 健康的生活方式 加上看医生 所以你来对抗失智症 但是有些失智的患者 他可能行动 就已经很不方便了 不过因为有一个方式 可以坐在椅子上 做有氧运动 对 没错 因为其实国外的研究跟统计 他们都发现说 如果是做了有氧运动 可以非常有效的延缓 你失智症 他去退化 有氧运动 对 那怎么有氧呢 其实他的次数跟频率 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一周四到六天的运动 每次最少要30分钟以上 而且有氧是要到你的心跳 到比较133下以上 然后一照你的年纪 当然往回点一点 但至少都心跳要往上升 可是有些人都说 我得到失智都已经70岁80岁了 我基本上都已经坐着了 那我能干嘛 打麻将 对 头皮按摩 其实这个都没有效 要到有氧运动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会去强调 上肩颈这个地方的伸展跟 你心跳要稍微起来 要喘 所以我们会设计有氧舞蹈 有氧舞蹈 有氧舞蹈 因为通常他们站起来 有的也怕跌倒 有的反正大部分是先坐的 那我们就来坐着做有氧舞蹈 把它怎么做 我们首先 先把肩颈这块先纳入 我们先把手举到头后面 不行的就扶在头旁边 我们做侧倒的动作 那我们侧倒的动作 加上旋转 我们可以合并脚的动作 我们坐着还可以收脚并用了 脚也动 对 我们就把脚抬起来 然后做两只脚这样子 连续做 所以我们通常会设计 连续三个动作 让它去记 所以同时训练短期记忆力 然后同时伸展上肩颈 让它入脑的血流跟动脉拉开 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做旋转 我们每个方向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前面这个案子 它是去做瑜伽 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上半身 整个身体 这个地方的伸展度把它拉开 所以我们在旋转的同时 我们同时做举脚 举脚 这个是踢脚 我们做踢脚的动作 然后两边是交替的 往右转的时候踢左脚 往左转的时候踢右脚 这样就有效地把整个腰背 这个地方扭开了 就算你是长期久坐 甚至只能做轮椅的病人 都可以做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脊椎都热开 是 你们觉得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暖 热热了 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循环 就已经有效地增加了 然后已经循环变好了 入脑的血流也同时代谢变快了 是 在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就会做腰椎的动作 我们去扭整个腰 然后同时让自己的脚 做一个歪旋的动作 然后我们去拉你的髋关节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臀部整个动起来 让它旋转开 是 那我们让他这三个动作 一直重复地做 甚至配合上他喜欢的音乐 因为通常湿脂症患者到后期 他其实心情都会不太好 对 其实都很糟 所以我们都是这个时候 放他喜欢的音乐 让他有记忆 然后去跟这个音乐配合在一起 然后连续做这一连串的几个动作 让他去辨识 那通常他们有时候手脚 会没办法跟上 我们就慢慢让他一直重复 一直到他那个短期记忆 整个可以连在一起为止 同时又增加他整个上肢 活动度跟整个洗衣的循环 是 要预防湿脂 吃对东西很重要 主书要教我们的 防湿脂的料理 地中海饮食可以降低心脏病 还有糖尿病的风险 还可以远离失智 主妇今天要用透抽 来帮我们做料理 对 我用一个甜椒 然后搭配酸醋的一个炒透抽 炒透抽 对 地中海料理 不要把它想得很困难 对 可以把它做成台湾的热炒 什么 对 真的是热炒 这边我们有准备了透抽 那透抽我把它的皮给拉掉 剑20真的给你很大的压力 没有 你现在有热炒 还做地中海料理 没有 因为食材是地中海的食材 事实上他们的炒制方式 也跟我们实际是差不多 对 那我透抽我特别的把皮把它拉掉 因为皮拉掉 你在炒的这个过程 你比较好掌控 因为皮的部分会含水量很高 所以你炒起来会有点湿湿的 然后没那么的香那么好吃 对 那这边那么锅子要热 然后呢 再来给它一点点的油脂 好的油脂 一点用什么油 橄榄油 一定是橄榄油 对 锅子记得要有一点点的热度 之前我们做很多料理 都是锅子还没热 油还没加 就放进去了 那透抽它很怕过熟 所以我们的锅子一定要很热 我们只是先 有一点点像中式的热炒 先过油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OK 就是个小诀窍了 对 没错 好 锅子确定热了 放进去 快炒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炒到半熟 还要再把它取出来 半熟就可以了 半熟要取出来 对 不能 你看它很快 那种表面已经 快要半熟的感觉了 对 稍微拌一下 香气出来了 这时候赶快出锅 很快 真的很像99元快炒店 像吗 半熟这样等一下 我们再炒制蔬菜完之后 再把它加进来 这样才不能过来 对 好 有香气了 然后这边火把它关小 那我们一样 再加入橄榄油 对 少量的橄榄油 OK 再来这边 洋葱 对 洋葱 让它稍微拌炒一下 那这边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边的甜椒 甜椒 对 这边甜椒 这边是新鲜的 看起来它肉是很厚 对 然后是新鲜切下来 另外这边你可以在超市 买到那种醋漬的甜椒 所以它这样会有两种口味 你可以自行去搭配 对 这个稍微把它拌炒一下 拌一下 对 然后甜椒 如果是生的甜椒 这时候就加进来一起炒 如果你是醋漬的 可以稍候一下 稍候一下 对 炒洋葱有香气 然后软化之后再来加 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地中海的食材是橄榄 橄榄 对 橄榄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 黑橄榄或是绿橄榄都可以 所以就把它加进来 看个人喜好 对 记得 加橄榄之后 你的调味就要比较轻一点点 因为橄榄它会有点 对 会有点咸味 鹽巴可以放早一点 对 这稍微拌一下 香味都出来 这味道超重的好不好 对 然后再来醋漬的那个 红天椒 红天椒 再把它放进来 拌炒 拌一下 对 再来 这会有点呛呛的 对 有点下 那种下 下拌的 那种感觉 对 再来 这是我们的花椰菜 这是烫熟的花椰菜吗 我稍微微微的烫 没有很熟 一样 就跟透透一样 拌手而已 OK 先把它拌好一下 淑菲老师怎么开始要料理 它是采用了非常丰富的 植化素的蔬菜水果 当然因为我们是讲地中海式的料理 所以大概就选择大概地中海沿岸那些食物的蔬菜 然后另外它用了橄榄 跟新鲜的橄榄 跟橄榄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因为橄榄多分 还有它的油脂 包括它是Omega-9脂肪酸 多分类 都在抗老化抗发炎的部分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然后还有地中海式的饮食 其实红肉吃得很少 它的蛋白质来源主要以鱼跟海鲜为主 所以就是指引为什么今天他用套丢 来做一个主角的原因就在这里 基本上低脂U10蛋白质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可以抗老化 事实上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说 是不是整个全世界 哪些地区是长寿地区 我们之前不是有蓝色地区 有五大蓝色地区国家 像地中海市附近的 就是有一个小岛 叫做伊卡利亚岛 伊卡利亚岛是五个国家中间 其实我发觉那个地区真的很好玩 它有三分之一的人是90岁以上 很长寿 事实上我们去研究它的饮食 我们会发觉 它好像是从早期希腊古罗马的饮食 就一直流传下来 就是变成我们有点是 我们的地中海式饮食的前身 那你去看它的那个 比较特殊的饮食的状态 它大概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的糖是用蜂蜜的天然糖 跟我们吃那种精致白糖 不大一样 基本上它那个糖就不单只是糖 它还有维生素 矿物质 另外一个它吃丰富的葡萄酒 不好意思 志宇 你是不是要加东西了 对 我先做掉 我先这边我先调味一下 再让老师補充一下 这边我们炒完之后 我们需要调味 这边需要调一个葡萄酒醋 葡萄酒醋 这是成年的葡萄酒醋 那下去会有一个嗅味 对 一点点的香味 那刚刚我们有讲过 我们的那个味道已经有了 那需要一点点的胡椒盐 对 最后再把我们的葡萄 拌进去 对 然后再把它炒到熟 开大火 稍微拌炒了大概30秒就可以了 OK 所以老师你刚才说地图的事情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切掉一半是因为 因为我突然想到汁饮要加葡萄酒醋 对 对 所以连带都就想到 因为我们讲那个小岛里面 它是盛产葡萄 所以它的葡萄酒 葡萄酒醋就是他们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常饮用的饮品 所以基本上葡萄多酚 然后百里卤醇 这些粉丰富的植化素 抗老化的效果就扮演得非常丰富 另外一个一样跟我回到刚才讲 它们的蛋白质来源主要是海鲜 是鱼类 它们不会吃红肉 所以基本上饱和脂肪的负担就变少 然后它们的主食是以全麦的 骨类的面包为一种 所以也不像我们吃金字淀粉 都不太相同 另外它们的四季分明 所以不同的蔬菜有来源 很多种类 多种类 多颜色 像我们常讲那个叫什么 无花果 它们的地区是盛产无花果 那无花果很丰富的花青树 还有橄榄也是一样 这些很丰富的花青树 它们甚至是放到面包里面来 所以它们摄取这么多植化树的东西 其实防癌性 抗癌性 抗老化性都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花子已经成熟了 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好 我们这道帮你预防湿制料理就完成了 地中海饮食防湿制 推荐这道甜椒醋酱透抽给您 新鲜的透抽搭配上甜椒 葡萄酒醋 酸甜开胃 帮你强化脑力 其实所以我们年纪变大 人一定会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退化 比如我们常讲的骨质疏中 我们要预防骨质疏中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年纪的时候 多存一点骨本 但是你知道吗 要预防湿制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存脑本 脑本要怎么存呢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周到很多人 你会发现他很路痴 去一个地方他去了五六次 他也是不知道路 每次都要到人家暴露 有时候还要开导航 开导航还常常走错路 有没有搞错 我们在讲私事证有很多的前兆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太早就是路痴的话 一样是私事证的前兆 他告诉你说 四十岁就迷路了 是私事的高风险 这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 是 他说如果这些汉塞阿塞莫森 风险比较高的人 他们在做他导航测验 就会发现这些人 是很容易迷航的 即使看着导航 你都找不到路 王医师 你怎么看这段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因为路痴了这么多 而且你有一个方式 可以存脑本是不是 对 应该这么说 他这边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原来 我们辨识路的能力 每天高低不一样 如果你原来就是40分 那你导的时候 如果还是40分 表示你没差 不然你原来是很厉害 是90分 搞不好不到60岁 你就只变50分 那这个落差 就是反而你衰退 所以像我从小就路痴 就没关系 就是一个优势 原来就是20分 搞不好你老是还是20分 甚至有可能可能20分 变25分 那其实说要用到这个导航 我常常讲 其实现在车子越进步 导航用越多 其实很多人对自己辨识的能力 真的比较不好 没有训练到 对 我想说其实你住台北市 就知道 民族民权民生 都叫人爱心意和平 这样排下来 那由南而北 由东而心意 你要有个概念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脑袋里面 说真的 我们的功能里面 什么东西是最敏感的 你对空间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是用来一个什么 预测说 如果你40岁 你的辨识的功能 就已经辨识的越来越差 是 在超级市场容易比度 去那个大卖场容易比度的话 那你小心 你的失智前状就已经出现了 那这时候你要开始 存脑本 那我们常说 我们的脑袋 跟我们的手的关系最大 对 那我们脑袋很多感觉区 跟我们的手指头 你们对哪里 拇指 所以我常说 如果你要让没事的时候 手做一些运动 之前叫过大家做这个运动 你记得吗 有点难 有点难 那再过来 没声音耶 这个感觉在泡妞耶 你是叫 你在干嘛 拇指吗 还是叫那个 空少 空姐 我常说 你做这个动作 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物理治疗是 当时我们打到跳方式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左脚右脚都要跳 所以说没事的时候 现在开始用你的左手干嘛 按电梯 按你家的密码锁 左手按 不要一直用右手 对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 万一你是左脑的 那个念意的出问题的话 你会失语 那如果你开始 因为这跟我们的右手有关嘛 那你用你的左手 去训练你的 你的右脑要动一下 对 就这样子 再过来跟到人家玩什么 剪刀石头布 如果你发觉他只会出什么 石头 像哆啦A梦只会出什么 石头 那表示 他的布都不变的话 表示他干嘛 反应变差 这时候干嘛 改练左手 是 左手练剪刀石头布 你会发觉很多事情 左右手一起协调 那你左右脑开始 那我都很跟我病人 分享一件事情 喜欢运动的人 4岁之后 你改练另外一只手 羽毛球 改用左手 桌球 改用左手 当然网球用左手 比较难 那基本上你改用左右手 不换的话 会让身体的伤害 其实比较少 会让你左右会平衡 所以人家问你说 你说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你就是说你是左右撇子 两只左 忽左忽右撇子 忽左忽右撇子 忽左刀柳 双刀柳 大骨强瓶就对了 对 两边都要练习 知道 其实狮子症早期的症状真的很多 有意思 你说有人没办法一心二用 也是狮子症早期的症状 另外你说公园打太极犬 对狮子也有帮忙 对啊 这个一心二用的事情 现在现代人很忙碌 一边走路边看手机 甚至可以回减 对 没错 这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一心二用 所以你赞同这种行为 边走路边玩手机 你当然要安全的状态下来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双重任务 多重任务 也是我们一个大脑的 灵活程度的指标 那其实有相关的研究 收了大概接近一千名的收视者 是 看看他们边走路的时候 边去心算 譬如说100-793 93-87这样 边走边想 对 边去想 这个让伟图认真想 也不能算得出来 没办法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脑本 就是说每个脑本不一样 我觉得脑本比较好 他同时可以做两三件事情 那这些人很特别 他从40岁到60几岁的人都有 他会发现说 如果您在50几岁这个阶段 一般我们一般做两件事情 不会说太难 那如果做两件事情 发现说有一件事情 变得比较不好 笨拙 比如说走路走的变得比较慢 或者是算错了 那可能你就要开始小心 那这些人 接近一千人发现说 你去问他有没有事真的 都没有 但是50几岁这些人来讲 他走路就比 用马表去车就比较慢 所以这些人发现说 可能他会在这个时间点 就预测他未来 或许会有这个风险 会有风险 会有这个风险 因为我们大脑就在灵活度 脑本身后 变差了 变差这样子 那你认为太极拳怎么样 那太极拳呢 刚刚我们那个跳格子 是差不多的事情 我是觉得是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太极拳 我们想说我们的 有些动作 有些招式 那先这样再这样 包括身体的动 大脑动 我们常说那个心脑合一的 这个游戏或者是运动 是对大脑最好的 那有这样研究的显示 太极拳 如果你好好的练 三个月 六个月 那每周都固定时间练 持续练 对这种轻度四肢 轻度认知障碍的人 甚至可以逆转他的四肢 所以说运动 主要是运动 所以万一我很不喜欢太极 我练永春也可以 永春拳 我要一个打十个 重点就是要动起来 但其实我们在家 用两张椅子 也可以来训练 我们的大脑 我们这个设计 我们一开始有讲到 我们练下肢拳 肌肌 平衡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甚至讲到有氧的部分 是 这个部分更是动脑了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是认认知 椅子跟动脑有什么关系 我们除了记忆之外 它其实对东西的命名 它会不知道这张椅子 叫棕色 这张椅子叫灰色 所以对于认知 命名 还有对空间的认知 它没办法辨认出 它走两步可不可以走到那个椅子 然后我们会搭配上 它的日常生活所需的 基本功能是什么呢 站起 坐下 转身 转位 因为其实老人家到老年的时候 他很需要 比如说从床上站起来 去上厕所等等 我们会搭配这样的设计 让它一起去训练 它的脑部能量 有时候感觉你这张椅子 可以训练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 或比你单纯去做个太极 还是做个其他有氧食道 更有效 所以你在批评 刘医师的建议就对了 我还说它是更高级的一种 对 更高级的 它平常能够养成一个 有效的固定 运动习惯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们怎么去执行呢 我们可以两个人做竞赛 什么竞赛 你算两个人 老人家一起做竞赛 他会比较有动力 再来我们就是会站在旁边 如果有行动不便 我们会稍微扶着他一下 我们会跟他说 先请你站在棕色的椅子上 第一个指令 棕色的椅子前面 坐下站起来之后 往右跨两步到灰色的椅子前面 站起坐下两次 再摸你的肩膀 然后再举手 哇塞 好难喔 感觉这个40岁人就坐不下来了 对 其实我们会看他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可以变成只有三个指令 我可以只有 就是先坐在棕色的椅子上面 然后站起来往右跨两步 然后坐站起跟坐下 再灰色的椅子上两次 OK 我来示范一下 好难喔 对于我的话 你可以尽量复杂一点 没关系 我们刚刚做第一个 好 OK 我们就来 先听 就是坐在棕色的椅子上 然后站起来往右跨三步 然后站起坐下两次 摸你的肩膀跟举手 先坐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站起来往右跨三步 然后站起坐下来两次 对 两次 然后再摸我的肩膀 完美我没有丝字 然后还有举手 还有举手 对 还有举手 立刻耶 回去就可以让老人家这样练习就对了 就是我们可以重复 让两个人停赛 然后看说 你练习了几次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会慢慢去记得 所以训练他转提机之外 刺激他的动机 跟训练他的功能 我刚才是故意漏掉举手的 如果你的认知功能下降 其实哈佛大学有研究 多补充类黄童 实际延缓大脑认知功能的下降 对的确是 很多生物类黄童 数字化数 有这一大块里面 包括我们常认识的 所谓花青树 青花青树 或是白鲤鲤 这些都是属于这一块 它有很明显的 可以下降我们的认知 延缓我们的认知 20% 所以日常生活饮食 每天的三份水果里面 不妨多选择深紫色 深红色的蔬菜水果 大概都是属于 类黄童素 比较很多的 那其他颜色不行吗 其他颜色当然也有 一些深绿色也有 但是我们就说含量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像茄子 紫葡萄 苹果 就是胡皮素 填胶 这些都是属于 类黄童素比较多的蔬菜水果 不妨多吃 日常生活里面 对自己就是一个保养的动作 对 其实狮子症真的很可怕 不是说癌症不可怕 但是狮子症 这种渐渐忘记身边的人 真的是让人家感到 非常的感伤 所以要预防狮子 你的脑力就很重要 所以广告之后 教你做一道 增加你脑力的料理 要活化脑细胞增加记忆力 其实食材真的很简单 像我们常见的豆腐 甚至是咖喱 通通都可以帮忙 对我们来做一个坚果豆腐芥兰菜 是 那这个的做法 是有点变化版的 蚝油芥兰 蚝油芥兰 对我们把蚝油芥兰 做的比较 我觉得是好吃一点 还是比较贵一点 没有贵一点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贵 如果你是牛肉蚝油芥兰 那就比较贵一点 比较贵一点 对我们来做一个 比较健康版的 是 这边我们首先先 汆烫一下我们的芥兰菜 汆烫一下芥兰菜 对汆烫芥兰菜 这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就是水要多 水要多 然后水要滚起来 滚起来为什么 大滚 因为你的蔬菜是冷的 你摸到它是冷的 它下去就会把温度往下拉 是 那往下拉 那个蔬菜如果你的温度 马上跑掉之后 烫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晃亮 这又是一个小诀窍 那这边呢 盐巴其实你加或不加 其实差异一点点而已 就是它的那个翠绿度 差一点点 对其实差不多 那你加了之后 你后面的调味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不要太咸了 那这个汆烫的时间 大概就是30秒就可以了 30秒 用滚烫的水 滚烫的水30秒就可以了 先来把它汆烫一下 这个小诀窍 其实有时候料理 你觉得好像大家差不多 怎么有人这么好吃 有人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比如像韦如的就 没有那么多美味 但是小地方就对了 时间是关键 这个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不好意思说了 是 OK 把它汆烫一下 30秒就可以了 30秒就可以了 OK 我们把它捞起来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小诀窍 对 就是你把它捞起来之后 你最好能够拿一个大的碗 大的碗 什么了 对 把它沥干 沥干啊 对 就把它放着 因为我们这样子 等一下的水分越少 醬汁巴上去越好吃 对 那这边我们就是来一点点的橄榄油 橄榄油 对 然后豆腐 豆腐我把它切成小块状 是 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做麻婆豆腐的大小 先炒 对 豆腐先炒 先炒豆腐 对 先炒豆腐 是 好 这边蒜头的部分我会准备两种 一个是整颗的 一个是蒜片 为什么呢 整颗的我要把它打成这样子 蒜片等一下会一起进去炒 对 对 这边酱汁的部分 我蒜头整颗的加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坚果 坚果 对 坚果你用综合的坚果就可以了 全部加进来 好特别 对 真的是 坚果加蒜头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点点的高汤 高汤你可以用鸡高汤 或者是大骨高汤都可以 对 那记得这个高汤不要太多 因为如果太多你打起来的话 你加到豆腐里面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浓稠度 那我们加一半之后 你其他的可以等一下做一个调整 对 我怎么觉得你做料理 越来越背离中国传统的美德 真的 没有 我都有注意 都有注意 对 然后这边是 要加咖哩 加咖哩 咖哩 然后调一点点的酱油 酱油 酱油也放进去 对 加了一点酱油 好 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把它稍微打成 我们要的酱汁 打成酱汁 好嘴硬的东西 OK 所以老师怎么开这道料理 非常非常的新鲜 可以吸引人 是 基本上因为它使用的是豆腐 豆腐里面的所谓的大豆卵凝脂 我想都知道 我们的脑细胞膜 凝脂脂 需要那个东西 对 就是需要它 所以它就是一个护脑的食材 另外我要讲一下 它用的咖哩块 咖哩块里面的姜黄 所以我们本身有 在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 它有抑制所谓的 类淀粉斑块 在大豆腐里面 这也没关系 所以它本身就有抗失智 抗老化的那个功效 那因为咖哩块里面 也不单只有姜黄 还有其他的一些肉桂 茴香 本身都具有这些 抗老化的功效 所以复合在一起 其实本身就是对一个 我们讲护脑 让脑袋年轻 炎黄老化的功效 都存在这里 OK 豆腐怎么太好了没 有点金黄色就可以了 有点焦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把我们蒜片 把加进来 蒜片跟豆腐稍微拌炒一下 拌一下 我刚才少讲了一下 我这个是板豆腐 板豆腐 我用板豆腐比较 纳尼这样拌炒 纳尼这样拌炒 拌就会碎掉了 口感也会比较好 好 拌完 蒜头香味有出来之后 把它火关小 那刚刚我们打的那个酱汁 酱汁 就把它淋进来 淋进来 好像在煨豆腐也 对 没错 然后稍微把它拌煮一下 让那个豆腐 因为刚刚我们是不是 已经煎过豆腐了 现在酱汁放进去 然后稍微吸进去 让它有味道 对 然后味道你要的那个浓稠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摆盘 让它收汁一下 对 没错 其实这个味道是很香的 对 刚刚觉得很 很腐通 很腐通 现在变成还可以的料理 好不好 只有还可以 还没吃不知道 挑一点点味道 胡椒粉 我也吃了之后 就会记得举手 记得举手 刚才忘了举手 OK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芥兰菜 再放上去 再拿 再把这个淋上去 是不是 对 没错 那我们这道帮你增进脑力的料理 就完成了 这道坚果豆腐芥兰菜 含有大豆卵泥脂的豆腐 加上咖哩调味的坚果酱 辛香美味活化脑力 维持你的认知能力 当然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得到失智症 那如果真的得到失智症 就是要早期介入早期治疗 没错 刘医生 你们常常用的早期的介入 会知道哪些东西 其实有早期介入 包括早期的诊断 那诊断 刚刚刚我们讲 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失智 其实很复杂 对 它不一定是阿塞梦 所以它对症下有一定 必须要先诊断的正确 那早期如果万一是失智症 我们可能会用运动 运动 包括这些 刚刚所说的这些 都可以下路 都可以做 主要是做运动是不是 运动或是医术治疗 音乐治疗 甚至学习 学语言 去唱歌这些都是很好的 心脑合一的音乐 有点类似在跟 增加跟人的互动 今天主要告诉大家 失智症是千奇百怪的 不是我们常常讲的 什么记忆力丧失 当然这是阿塞梦 最常见的症状 但是它可以用各种形式 来表现 今天主要告诉大家 如果家里的长辈 真的怪怪的 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因为失智很难诊断 希望大家这种时候 永远清醒 我们健康年下次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湖医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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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